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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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啦 睡嗎 Night night 好久不見 最近就一直忙東忙西的 還在家裡放空 我呢就是 搬家 沒有啦就是今天聽你來這邊 不值得 對 因為我們要拍聖誕特輯 那主要的話是 想要告訴大家為什麼 我們直播不做了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一直反應說 艾娜她一直就是 卡住 比如說他們要跟我們留言的話 我們都是一分鐘以後的事情 對很卡 而且我自己回去看重播的時候 都覺得說也太卡了吧 而且我看我的臉是分開的 就這樣 然後或是柯林畫面 對啊這很可怕 然後就有感覺的出來是有點看不下去的感覺 不知道是哪一個 而且聲音跟畫面完全不同 對 很辛苦看的很辛苦 對然後直播 就是我們真正的目的就是想跟大家 因為她很互動 然後問題是我們一直做不到那一點 對 就是一直 慢慢拍 對 對啊 如果說你看完我這樣有點心不在意 就代表我們家的貓咪在前面 對 她現在就是在亂錄 在我前面晃來晃去 我很怕那個camera掉下來 好 就跪下去 屁股走開 不要跟屁股對的人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今天的妝是 一個紅 一個白 為什麼是紅跟白 因為 Christmas就是 對 就是分這兩個顏色對不對 對 那我的紅呢 有點發現她是有點偏 酒紅色 對 薄地跟色 這是今年流行的顏色 哇你好時尚喔 為什麼 因為你馬上知道就是 秋冬流行什麼顏色 又帶到就是聖誕妝 其實這個顏色我之前就很喜歡 而且我也常常眼睛在畫 對 對 我記得我之前就是 國地跟色還沒有流行之前喔 我就是在韓國就有畫那個顏色 然後我媽就跟我說 妳要擦那個顏色嗎 為什麼 很像眼睛在流血欸 然後她就說 媽媽這是流行好不好 對媽媽有時候 不能理解 對 但我的妝是不是很奇怪 不會啊 就是那種紅眼妝的進化版 對 因為我看了這個雜誌 有像嗎 就是她 對 有像但是妳身上多了一種寒味 喔真的嗎 對啊 然後她的感覺就是好像在走那個時尚台的感覺 喔 對 然後妳是就有寒味 對 那我今天就是有點學她 那主要她的那個顏色有亮粉 我的沒有啦 喔 可能是這樣子 所以那個感覺 霧霧的 對啊 比較有質感 因為我們只是想說拍影片 所以我就是畫比較特別的妝 那之後呢 我會再 呃 分享 對分享一個就是博迪根的眼妝 嗯 那妳呢 我的是白色 給大家看 對 可以看一下我的眼睛眼澤這邊是畫白色的眼影 嗯嗯嗯 對 能多擺就把它畫成多擺 然後在眼頭這邊加強一點點到後面 所以主要就是一個白色聖誕節的感覺 喔 所以妳只有畫眼頭這邊而已 對 那邊都沒有畫欸 對 因為有的她可能就是想要有一個 戀愛初期的那種聖誕妝 又不能太誇張 想要給男生有好影響的話 可以畫比較女孩系的感覺 所以妳確定男生喜歡這種白色的眼妝 嗯 我敢確定男生一定討厭我的眼妝 就是會比較喜歡這種 然後如果說妳試去就是 有一些男生 就是妳想要保守一點 就是可以畫這個感覺 可是不用畫那麼銳利就好 但是如果你跟女生出門的登場 就一定是要比較的話 妳就畫猛一點 可是我覺得這個白色的眼影啊 嗯 要看眼睛 像我如果我這種 比較單的那種內霜的眼睛 就畫這個白色的話 好可怕 喔對 眼睛比較拋的人 畫白色有時候會不小心歪了 喔 對 它就要在那個裡面先加比較深的眼影的底 就是比如說大地色或是深膚色 那這樣白色就不顯眼了啊 所以妳白色妳可以只有在中間這邊亮 喔對 左右的話做出眼睛的那個陰影凹進去 對 我平常就是喜歡一定要畫眼妝 真的 對阿妳有處理嗎 沒有 我 我跟你講因為妳的眼妝裡面最明顯的是眼線 對 對 因為我是就是比較是那個 內霜 真的就被妳的眼睛打開 對阿眼線 然後眼線又粗 真的 對 因為她畫粗的眼線超好看 我一畫粗的眼睛就沒有那麼厲害 因為妳們的雙眼皮比較大啦 雙眼皮比較大的人不適合那個畫粗眼線 要不然眼睛會太大太粗 會有一種怎麼了的感覺 對 像我的媽媽因為眼睛張開她就被折進去 所以就還好 所以可以看妳到時候聖誕節妳想要怎麼樣的感覺 可以讓妳自己喜好去畫妳想要的聖誕妝 清純一點的就是這種白色聖誕妝 性感一點的就是我這種 紅色聖誕妝 對 那不是這個啦 我會再教別的 我也會再教別的 好再來呢 反正就分享一下這樣子 我們要聖誕節了 聖誕節大家想到的是什麼 聖誕節就是出去玩啊 然後交換禮物吃飯 聖誕大餐 對 交換禮物 對 你們今天有交換禮物嗎 欸妳去哪裡 你們今天有交換禮物嗎 你們今天應該會交換禮物吧 有 我們那個只能說有 對 而且 真的喔 500塊以上耶 而且交換禮物 對 交換禮物大部分的朋友 一種就是想惡高證人 對 買一種很奇怪 但是又在那個金額裡面的禮物 一種是收到人家會 不管男生女生 大人小孩都覺得會喜歡的東西 對 我去年吧 好像是去年 我就是有參加那個聖誕禮物的交換禮物 是教會的 然後因為我第一次去 然後他們就跟我講說 要準備三個禮物 為什麼要三個禮物 對 然後你知道我抽到垃圾禮物的時候 真的裡面是垃圾 蛤 什麼樣的垃圾 護手霜 擠完就是用完的護手霜 他好熱心喔 對 然後因為那個主辦人 他就 他就也看到我 我是第一次參加 他說 欸妳第一次參加 妳真的是抽到垃圾中的垃圾 然後 垃圾中的大王 對 我就覺得很不好意思 另外再送了我的一個小禮物 就是我每次在那個 手機後面會扣的這個 欸這也不會有垃圾啊 沒有啊他是另外再送了 他覺得太對不起了 好笑喔 妳有參加過嗎 我有參加過就是 把家裡不要的東西拿出來 跟朋友交換 然後我就 我帶了 我帶了 就是買很久一直沒有用到的 那個手作的本子 但是已經成年的本子 跟人家交換 那抽到的人會喜歡嗎 他居然喜歡 感覺上是漂亮的欸 是漂亮的 我其實沒有 就是沒有很過分 可是我收到一個 有點過分的東西 妳說到什麼 我收到一大組碗 碗 碗 對就是碗 陶瓷碗 而且我收到的時候 這麼大 這麼大怎麼帶回去 可是很重 可是很重 而且打開是 就是那種什麼 農會之類的那種 送的那種碗 妳知道嗎 喔 妳不喜歡 就是收到 全場大家都一直笑 我怎麼收到那個東西 而且妳還要怕她一衰 要小心停 所以妳最後有在用它嗎 沒有 那個現在還在我家儲藏室裡面 我今年打算再還它 喔 還好妳沒丟掉 對 我今年就主動要辦那個 就是交換禮物 我為了把那個東西再拿出來 妳不要記醜的 我可以 那我記醜 你知道嗎 去年的東西 我今年還要拿出來 那收到禮物啊 妳會包裝禮物嗎 我會包禮物 而且我超重視收到的東西 有沒有包得漂亮 對 我也很喜歡 而且我喜歡就是把 就是包好的禮物的包裝 如果漂亮的話 我都會很小心的拆 拆好 因為把那個禮物 收藏起來 下次再用 妳好用心喔 我喜歡把它拆開 弄壞掉的感覺 我把它撕掉 我從來沒有那樣子過耶 因為就是妳拆禮物就是 它算包得很漂亮 可是妳就是享受那個 把它合理的弄壞 那個當下感覺 我從來沒有 我都是很小心 超開心的 我都是很小心 一直把它撕開 那 妳會包裝嗎 對不對 對 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包禮物 簡單的包禮物 對 好 那妳就一邊來開始看 妳要包一個中的跟一個中的 很小 對 我先包一個小的跟一個中的這樣子 然後一個是規則形狀的包法 一個是不規則形狀的包法 就兩種造型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看怎麼包 這是我們的包禮物的箱子 嗯 我看到你們家地址了 很好 哈哈 害羞 沒關係 你可以來找看看 超難找 一般包禮物我們不是都會買包裝紙嗎 對啊 然後我們用的就是素色紅色 因為我看韓國的那個禮物都是 顏色比較乾淨 然後素面比較多 對 韓國人喜歡simple 就是有點乾淨 乾淨的感覺 乾淨的感覺 對 而且就是妳會在禮物群裡面 花花綠綠裡面發現的 特別有質感 好 然後禮物就這麼大嘛 包裝紙一般都是捲成長筒形狀 妳買包裝紙好長喔 對啊 因為我其實不是包裝紙 我是買那個 就是 那個叫什麼 書面紙之類的那種 很大張的全開紙 比較便宜 沒有就是我學的最好看 素色 對啊 然後你看這個禮物這麼大寬度 你的這個紙桶 只要看側面到這邊 這樣就是禮物需要的長度之外 你要再加上這個全部 側面的全部 全部 對 所以妳的禮物 我再比一下喔 這個長度 再加上側面的長度 從這裡有沒有 再加上去 就是禮物全部的長度 對 所以妳一定要剪筆這個出來 才可以把整個禮物包進去 紙又不會不夠 喔 對 所以這個很重要 很多人包禮物 我每次都要不夠 對 而且很多人就把紙打開之後 亂包一通 可是其實妳只要從側面就知道 妳這張紙夠不夠這個禮物大 好 妳也可以買禮物的時候 就先看看妳的禮物大小 這張紙夠不夠用 嗯 好那我們現在就把它剪開 OK 剪開之後就可以包整個禮物了 好 厲害吧 厲害 妳要全部剪喔 對啊 那妳喜歡做包禮物這件事情 我喜歡啊 我很喜歡手工做任何東西 欸我也是耶 對啊 雖然我長得很不像那樣子的人 呵呵 妳長得比較像是 就是喜歡 整個人家把妳弄好 沒有 妳看我們整所的聖誕樹 都是我用的 我跟妳看 我跟我們一個同事 兩個人用的 欸好可愛喔 妳看 好可愛喔 妳看 白色是 而且這下面裡面的禮物 都是我包的 妳看這下面禮物 欸有耶 我肉眼看就覺得 妳也是包禮物的 就是包得很漂亮的 沒有其實 現在看還蠻抽 因為沒有非常好看 所以我家的特效 真的喔 對啊 沒有啊 如果去你們診所的人 就會覺得 很有聖誕氣氛 對啊 我就很喜歡去一些店 他們有聖誕樹 或聖誕氣氛 這是白色聖誕樹 就有過節的感覺 對 好 然後我就把它放在 這個我剛煎好的大小裡面 妳看是不是整個包得住 對 OK 好 然後我就開始 第一件事情就是 讓它這個禮物整個 包起來 對 全面性的包起來 包起來 包起來 整個包起來 這樣子就可以了 然後把這邊修掉 修掉 對 然後等一下我再介紹 側面的包裝 這樣子 然後包裝禮物的話 就是 一般不是都會用那個 膠帶或是雙面膠嗎 雙面膠比較好嗎 嗯 雙面膠的話就是 你的包裝質要是質類 有的是會亮亮的 喔 亮亮那種用雙面膠 又很容易掉 所以 所以還是用膠帶 然後如果你是 想要沒有膠帶的貼痕的話 你就買紙類的話 就可以用雙面膠去去帶 就看你的心情 這樣 可是一般膠帶的痕跡是 無所謂 我是覺得很漂亮 哈哈 看自己的感覺 對啊 我覺得我喜歡就是少臉膠 因為換成是比較乾淨 對啊 其實女生就會很在乎這種小細節 對啊 我覺得你這好像春蓮子喔 對啊 這就是類似春蓮子那種東西 哈哈 如果你男生是要送給喜歡的女生 真的包禮物包漂亮一點 整個加分 男生有人會包禮物嗎 我是沒辦法 所以我們現在來介紹啊 有啊 男生應該 冠文 冠文你要記得喔 冠文記得禮物要包好一點齁 整個會加分 對然後把那個剛剛割開這邊 比較稠稠的 我們就稍微 長起來 大概兩公分 然後再折進去 好的 然後就可以用膠帶把它黏住 你可以幫我拉膠帶嗎 我幫你用這個好了 好啊 哈哈 跟我想的不一樣 對跟我想的不一樣 我還真的想 就是要幫你壓這個 這樣子你這兩邊的話 是長度要一樣嗎 對啊 長度左右都一樣 可是我覺得這邊比較短 就把它推過去 那還沒 對啊 因為我現在坐著包 其實 眼睛上這個 我找不到 喔好 那你壓我幫你找 對啊 幫我 因為我現在坐 知道到了 喔好啊 那交給你 喔真的耶真的 為什麼會找不到 好 因為我現在做那個 光療指甲之後 就變手長耶 而且光療指甲之後 是手長的很一種 反而是不太適合 做光療是不是 嗯 可是我記得你做光療之前 就有一疊了 手長嗎 哈哈 那是熬長 來 可以 好 然後你就把它貼在 就是平整就可以了 隨便 好 我貼給你們看 看得到 就把它這樣貼上去 OK 對 貼長長的 長長的感覺 就這樣長長的感覺 然後呢 你看喔 就是很厲害的把它 稍微這樣拉緊 到底很厲害的 真的厲害是在哪裡 就是你平常的包 你都包很鬆 你知道嗎 哦 就是要包緊一點 拉緊 你一定要這樣拉緊一點 對 這樣它才會正正方便 就是很貼的 對對對 我剛剛覺得你禮物好看 就是它側面這邊線條夠俐落 對 對 很漂亮 我也很care這一點 對啊 我們兩個真的是追求一種 不要講完美 對 因為說不定我們不完美 還不錯的經典 哈哈 然後一樣 這個頭一樣 就稍微把它折進去兩公分 就讓它 就不要那個痕 沒關係 算啊 我現在真的包得很隨便 因為我現在沒有看得很清楚 沒關係 然後就這樣 畫面上是好看就可以了 對啊 希望畫面上是好看的 好了 然後左右要再兩段 因為這個是 這個是邊邊了 對 所以要再兩段膠帶 對 你要說是兩段膠帶 要不然我會聽不懂 他們都拿兩段 對啊 就這樣 我們把它便便收好 我最近中文退步了耶 為什麼 我不知道 是很久沒弄表演嗎 因為十月去韓國 是太久了吧 你知道我那天不是拍影片了 那你韓文會有退步的狀況嗎 有啊 就是偶爾回去講韓文 剛講的第一天會有點緊張 我知道你那天拍影片 講錯一句話 是什麼啊 粉蜜 對對對 就是化妝品的蜜粉 然後你說 這個是粉蜜 可是我覺得粉蜜也聽 粉蜜也聽起來很適合 也可以 欸你要教大家 對 然後這邊開口有沒有 就是把它 先從我們剛剛這邊是貼膠在稠稠這邊 先往內摺 然後它的對面就再往內摺 這樣子 OK 我先把它兩邊摺 然後我現在包裝之前太多 對 所以我先把它推出來一點 你要怎麼判斷包裝紙要剛剛好 就是我現在摺有沒有 這兩邊 摺進去之後有多太多 太過一半 所以要擦蓋在 中間 中間會比較好 要在中間 所以這包裝紙現在不太 我剛剛聽到二樓有東西掉 是我們在貓咪嗎 應該是吧 欸 怎麼辦 你腰太緊了 好 算我放七樓就這樣包 好 就這樣 隨便啦 就這樣子 你就說不要講完美吧 對啊 因為真的做著包 眼睛很難很難判斷 好就這樣子 有沒有 還是可以啦 就這樣 嗯 那這邊的話就會有多一點 對啊 再跟你要一個交代 好 算這不這樣 我剛剛喜歡這樣 喔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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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辦法還是把包裝進去 欸 看得到吧 看得到 先兩邊上下已經對著了 好 然後這樣子 先包起來之後 對面的這邊的口 你這邊有時候會爛爛的 就先沒關係 他如果比較注重的人 他可以先把一邊 凹進去 你就可以 墊在桌子上 就這樣子 喔 對啊 比較不會爛爛的 但是如果不修篇幅的人 還是可以講 然後這腳 一定要摺成一個三角型 或者是 如果你包裝紙不夠 會變成T字型 嗯 對也可以 可是最好上下的時候 可以對口 對對對 會比較漂亮 會比較漂亮 對 再記我這樣 然後這個的話 你就是盡量把它靠近中心 靠近中心裡貼 盡量不要露出來 就不要露出來了 對 但那個啊 聖誕節禮物啊 你通常都會喜歡送什麼 送什麼 要看誰 就是 你現在說的是 老公活動的抽獎嗎 沒有老公好了 我跟我老公沒有在過任何節 我反而是跟朋友 欸不要這樣 可是我們還是過節啦 就是跟朋友啦 所以從來沒送過他的聖誕禮物 沒有 我都跟朋友玩 其實我所有遊戲都是跟朋友玩 好了 只要台客不介意就好了 對 然後 好了 這邊ok 之後另外一邊 給他看 你看 很漂亮很完美 就是要這樣貼 有沒有 就三角形 四個三角形 對 好 那就是把它結束掉 這邊也是一樣 對對對 因為還有一個要 因為這邊已經很爛爛了 我怕等一下 不會啦 可以可以 再給我一個交代 在這邊 希望大家也是不會 大家也是很容易原諒我們吧 應該也不會那麼嚴格 可是我都有忘記我之前 啊 問一個詛咒 什麼詛咒 收到最爛的禮物的詛咒嗎 不是 是我聖誕節都一定會跟男朋友分手 為什麼 聖誕節前夕 所以我幾乎聖誕節都自己過 然後因為我連續幾年就是聖誕節的時候 就是都是提著那個蛋糕到我媽媽家過 我媽家有一天我老說 你怎麼聖誕節沒有跟男朋友過啊 我就是沒有男朋友啊 你媽怎麼這麼笨 我就是已經分手 因為她明明就覺得說 你之前不是說你有男朋友 可是你聖誕節都自己過 蛤 對啊 而且你媽媽還問欸 對啊 我去年也是啊 就是 怎麼洗衣也比分手啊 就提了一個蛋糕回去找媽媽 沒有啊 去年就失去那個啊 叫他禮物 然後就 就沒有回去你媽那邊跟她 哈囉 那她來以為說 欸我女兒今年有男朋友了 沒有啊 我怎麼可能因為聖誕節飛回韓國啊 也不對 對啊 好我還是堅持要尖尖的 所以我把裡面稍微修一下 好 欸真的那個醜醜的露出來了 好 謝謝 謝謝 好了 包好了 看 你看 這樣收到應該會很開心啊 我會讓你更開心 有段代有段代 對 包禮物一定要有多 你看整個加分 對很漂亮 對啊 我現在先給她貼一個十字 十字 是從下往上嗎 就是 比如說你想要大面 我喜歡把大面積當正面 就是最大的面積 你不是要一次綁 你是要分段綁 對 就是我先做一個假的 假的橫面 然後再從這邊繞過來打一個蝴蝶結 好 所以這邊就一個先做假的 我要兩個腳道 好 好啦 然後這個是我正面 我的 我的這個就貼在她的 背面先固定 然後這個十字應該就是 可是這個十字擋住這個線會比較好看吧 對啊 可是就是 我現在想要把它 拉在這 好 先借我貼 因為這個是背面 所以還好 對啊 欸我現在這樣嬌 錄東西 我就手都抖了 緊張的咧 怪不出來緊張都沒有人看 三十字擋 可是啊 帥氣啊 緊張 好 好 先這樣子一條 對 然後這樣一條就完成 背面貼 貼住而已 但正面就很好看吧 對啊 再來呢 再來我就 其實 斷帶你就是先打好蝴蝶結再剪掉 你知道嗎 這樣子斷帶才會剛剛好 是喔 可是 沒有剪掉怎麼打 不夠了 好吧 那就只能剪掉了 OK 啊我這個斷帶好少喔 好貴喔它 天啊 好吧那我去打一個小蝴蝶結 如果斷帶夠 我喜歡那個長腳的蝴蝶結 腳長長 對比較好看 你可以用圈圈對不對 對啊 我記得是用那個下面這個這樣弄的 它就變圈圈了 對啊對啊 可是那個是要另外一種材質 喔這種材質不行 喔對對對 有一點 好小 好小那我們就先這樣子吧 好吧 像 就這樣子 硬打一個 硬打一個 或者狀態不夠也可以兩個 就是都十字就好 對兩個都十字也很好看 因為我那個 曾說那個聖誕節禮物啊 就是十字嘛 因為我懶得在綁 所以我就是 十字 欸好小喔 好小喔 好小喔 超小 欸我看我剛剛那條線呢 我剛剛收禮物 啊 這也很可愛啊 可以嗎 可以原諒嗎 好好 我知道了 對我就把它拉成兩個耳朵 好吧 這樣 這樣子 完成 耶 其實我覺得還蠻好看喔 可是我有一點不推薦這種紙 因為你看它折到都會有這種折痕 沒有 因為那個真的是對啦 對啊 這種紙很容易有這種折痕 嗯 就是你變成包的時候要站著包 對一定要站著包 就你一折到你就要衝包了 對 好樂 另外一個咧 對我還要講述這個 這什麼 就是你們禮物那個不是會有小卡片嗎 喔對啊 卡片不是都插在這裡 對對對 因為有的人都不知道卡片要插在禮物上 然後都會放在那個禮物的袋子外面 禮物的袋子外面 你不是有說過嗎 就比如說有的人不是禮物給你還會提一個袋子嗎 然後就在外面人家又會忘記 所以它要插在這上面 對應該是插緊插在這上面 對應該是插緊插在這上面 這樣子嗎 都可以或是雙面膠稍微黏一下 登登 好配慾 對這樣子才是送禮物的禮節 對啊這好好看喔 超有聲音的感覺 嗯 那另外一種呢 另外一個就是 我對那個不規則型非常感興趣 就是一坨東西或者是 比如說它的東西不是長方形或正方形的 好然後一樣就是 你的禮物包裝一樣就是 我現在要包一個 像這樣 然後上面是閃狀的 喔閃狀 它就可以把東西包在這裡面 對不對 好 側面長度 嗯 加底下長度 然後你要再拉出 大概你想要那個閃的東西的 一半就可以 好 一半 超大5公分 4公分 好 這樣就夠用了 然後一樣是剪掉 然後一樣正常禮物的包法 我先包 然後留一個開口 我再介紹 嗯 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一樣先包著 這邊通通都是正常禮物的包法 然後這邊收進去這樣 一樣是三角形 所以扇子的禮物比較長 對對對 然後 然後這邊如果你怕弄揍它 你可以從側面直接包就好了 好 那你就用側面 那下面包的這樣子 就是跟大家教的就是 就是 包旁邊 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對著 對 很少人用白色包裝 對不對 對啊 白色包裝滿奇怪怪的 可是我超偏好 白色銀色的 東西 銀色金色包裝還蠻漂亮的 就很亮 白色我也很喜歡 對啊 我好像真的沒看過白色 然後就這樣 算了 反正撕掉就可以丟掉 對啊 欸那你包得很漂亮 然後人家整個大撕爛它 你會怎樣 其實心情會有一點不好欸 會有一種小孩子被欺負的感覺 對啊 因為你很認真 很抱 對啊 然後人家整個這樣撕爛 可是又換一面想 又想說 他很開心 這也是他的一種 樂趣 對啊 這就是禮物給人家的樂趣 然後呢 這個地方 我就稍微再把它 綿長 穿一長 這樣就 像這種不規則禮物 當然是有的 一定有的啊 像娃娃 娃娃最多 對娃娃 其他應該會比較少吧 因為大部分都是有包裝好的盒子 那你覺得今天如果要抽聖誕禮物 你會建議人家買什麼嗎 今天如果抽聖誕禮物 我覺得一定要使用 我最討厭收到 花 娃娃 我不喜歡娃娃耶 我超級不喜歡 我超級不喜歡娃娃的 對啊 可是真的很多人會送娃娃耶 不知道為什麼耶 娃娃會有一堆塵埋啊 對 塵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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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好了 然後呢 就是我們手就抓 抓進去到他中間一點這樣 中間一點 對 我現在開始亂抓抓中 然後要抓好看 我就開始 這邊就是保持它輕鬆 輕鬆的地方 就是手都撐在上面就好 往裡面抓 然後一樣喔 就抓它這樣 輕鬆的感覺 往裡面抓 然後這一頭也是 鬆鬆的就好 鬆鬆的把它刮起來 對對對 你看就這樣就好了 不要用力 讓它這邊的花就是開 好開開的 對對對 這樣的感覺 有些人會會摺扇子 喔扇子 因為你的東西底下是不規則的 喔所以摺 對 如果你的是圓筒狀就可以 可是它這邊側面的空間不夠 你如果摺的那個扇子的話 是到這邊這樣摺 喔 對 它那個的話就沒辦法這樣摺 因為它的這邊不規則 好 然後呢 就這樣啊 我那樣我不太會 好 就這樣爛爛的就可以了 OK 好 然後我看一下 正面稍微修飾一下 然後 就很隨意就可以了 不用再這樣 然後就用那個 斷帶把它綁好 所以這邊是正面 對 正面給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喔 正面就這樣子 皺皺的 就這樣乾乾淨淨的 皺皺的 對 皺皺的 然後你就用那個 如果你的那個 來不緊就先稍微綁一下 然後因為我們是紙 所以它都不會有問題 我就幫它綁一個蝴蝶結 所以我要綁過來 好這樣就可以 喔 對就是這樣子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很像那個candy耶 對啊 糖果的上面 然後這個尖尖的斷帶 我就留長長的 就剪斜的 好了 我的禮物就完成了 還有這個 那這個的話 卡片要怎麼放啊 這個卡片嗎 就是 其實它如果有那個 再一條那種繩子有沒有 是 卡片可以直接 稍微綁上去 我也不知道 可是它這個沒有啊 這個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種的話你可以拿雙面膠 把卡片黏上去 把它撕下來就可以了 對 因為卡片主要是跟禮物在一起 不然很多人會把那個卡片的LOOF掉 對 或是你可以把它綁在這個斷帶上 很鬆耶 對 反正就擦在這好了 好 那這樣子 我們禮物包裝結束囉 完成 欸可是你還是沒有介紹那個 禮物怎麼寫 這樣子禮物教學就結束囉 聖誕快樂喔 對 欸你還沒有教人家怎麼挑聖誕禮物 聖誕禮物喔 對啊 其實也是要路滿人了 如果說是 男朋友的話 嗯 你有送過男朋友嗎 我 我這樣講都沒有公禮 有啊我送過男朋友禮物 哈哈哈哈 而且我是走很傳統的路線的禮物 很傳統的路線禮物 對 這是什麼 我就是織那個圍巾給男朋友 喔 有啊 我有織過但是我不是給男朋友 喔 是給乾哥吧 喔 乾哥哥 因為在韓國的那個華僑學校啊 他們一定會認乾哥 什麼乾妹乾弟 真的嗎 就是 就是乾哥 台灣也有 對乾哥乾姐就是因為喜歡這個乾弟或乾妹 所以才去認他的 都是這樣 乾哥哥不是人家說就是 就是很微妙嗎 就很微妙 對啊 不是男朋友但是有一點點小曖昧 那種呢 就是 我是不會啦 但是很多女生他的乾哥哥都會轉化 哈哈 那我就說啦 我真的聖誕節都是贏過 那你送 好你以前送男朋友的準備的聖誕禮物是什麼 我不知道啊 都是在前一兩個月然後分手 所以都沒有想過 真的好感傷喔 對啊 那如果你要建議人家送男朋友 男朋友的話 就是我覺得香水 我會買香水給人家吃 對 因為男生自己不太回去買 你真的還蠻喜歡香水 我很喜歡香水 你看我的那個化妝台都是香水 那你想收到什麼樣的聖誕禮物啊 我自己 其實我也還好 我比較希望說你可以準備小卡片 對卡片 對卡片 我覺得卡片都超加分 然後主動去就是 預約一些餐廳 然後用去吃飯 其實我覺得這樣足夠 想一個過節的感覺 對就是一個過節的感覺 不是一定要領悟 所以我覺得一個信義啦 那有些男生就會說 我送你100萬的名牌包 你給我一張卡片 不喜歡那種 不喜歡那種 其實我不喜歡那個奢侈品 不是啊就是 就會看很多那種 網路上就會寫啊 就是男生說 我都送你100萬的包包 然後你只收你這樣卡片 說這是新意 所以可能男生不喜歡啦 所以我覺得 偶爾大姐嘛 你就是可以買的 比較貴重一點的東西 例如皮包 錢包 或者是 那有預算的話 就是手錶 手機 手機 也可以啦 對 就是 就是這種 就是他常常在用到的 那一個東西 會想到你那種感覺 對我覺得錢包還蠻OK的 就是他也沒有到非常非常貴 然後他也可以用很久 像這種東西我都還蠻喜歡手 那如果是跟一群朋友玩家 不然禮物有男有女 欸欸欸欸 我們家有貓咪在移我呢 好 好 好 我們再說一次 我說一群人的話 加上禮物你會建議買什麼 比如說500元的禮物 那種就是你不能去送 那麼貴這種的東西啊 對啊 而且你根本不知道誰收到 對 所以我覺得最實際的就是 禮券 喔禮券嗎 不就很實際啊 而且你收到了一定會開心 對用得到 因為你是為所欲為的買人要的東西 然後男生女生收到都用得到 對 那我看很多人在打開裡頭就 欸這個我不能用 對啊 最好是不要買保養品 化妝品 因為真的這種東西 適合自己的人才可以用 嗯 尤其是保養品 對啊 就是很容易過敏 然後你收到你就真的 蛤謝謝 像包包啊那種東西 各有各的那種 那叫什麼 喜歡的樣子 嗯 所以適合 要適合嗎 就這個 偏好啊 偏好 對 所以就是我覺得不太建議買這種東西啊 嗯 對 要嘛就是比較生活化一點 對 安全一點 對啊 對啊 那你知道那個韓文的聖誕節 怎麼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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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啊 我怎麼可能會知道 這問聖誕節快樂嗎 對 英文是什麼 Merry Christmas 對 韓文就是Merry Christmas 欸 怎麼可以這樣 因為就是外來語啊 對 所以你韓文的講法會不會 沒有那麼捲舌 當然 就是 Merry Christmas 喔 來 Merry Christmas 欸 很簡單耶 對啊 可是他還是比較英文話 Merry Christ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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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用一種故意講話一定要的感覺 就是 不要 不要那麼覺得 Merry Christm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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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感覺沒上日文了 還有什麼聖誕節的 其實聖誕節這三個字是 韓文 雖然他 聖誕節快樂是用外來的 Merry Christmas 那 他聖誕節的真正韓文的話 是用漢字 所以是 聖誕節 聖誕節 就是聖誕節 聖誕節 聖誕節 我覺得你很喜歡把所有的音都捲舌耶 聖誕 聖 聖 聖的話是 聖誕的音 聖的那個聖嗎 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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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誕 聖 聖誕 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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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給妳 啊謝謝怎麼講 好謝謝是 還不錯啊 真的啊 今天總共會想要什麼東西 第一個 妝容 我們的聖誕妝 白色聖誕妝 紅色的 再來呢 包禮物時間 包禮物 包禮物其實花滿多時間的 對啊 所以你看每一個 包禮物給妳 她真的是花了時間的心 所以妳一定要很開心的手 對 雖然最近有很多地方 會免費幫妳包禮物 對就是 可是像有的人 她如果說很懶 她去那種地方買禮物的話 包得很好也很棒 對啊 對啊 她是很用心的 然後最後呢 我們有教一些 韓文有什麼 第一個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第二個是什麼 衝灘者 第三個呢 禮物 禮物是什麼 忘記了 Summer 對 我居然記得 Summer 給我禮物 請給我禮物 Summer 對 好多看 對 對 最後就是什麼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看我們的東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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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ry Christmas 拜拜